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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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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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三十多天来说 当然是天怒人怨 在天怒人怨之后 他不会在 shut down的时候 最低位去宣布更加状态 但是他也先创了个纪录 就是说我是很坚持 政府真的很不肯 很不肯 特朗普的支持者就觉得 shut down了这么久 是影响到我 OK 但是 为什么民主党这么坏呢 已经在骂民主党了 但是特朗普就 再拖多三个星期之后 去宣布 这样的状态令呢 是令到他那群 支持者 因为政府运作三个星期 那些支持者在里面 无论什么人都好 有些是公务员也好 或者有些是要用政府服务 可以拿回服务 隔了三个星期 偷斗地气 才宣布更加状态令 是他的支持者 我相信 整个运作是一个政治操作来的 他不会在他政治声势最低位 就是在政府shut down的最后一天 就是他政治声势最低位的那一天 去宣布更加状态令 他令到政府开放两三个星期之后 他整个弱势扭转了 我当时才宣布这样的状态令 我讨论多了三个星期 政主又运作了三个星期 之后我又没有再给政府去shut down 那我现在就去正式签 这个状态令 这个是一个有秩序有步骤去做的事情 他之前为什么要脱衣 整个多月 三十几天 是因为特朗普 要试试一下民主党肯不肯跪下 试了一个月松一点 都一个月凌几天不行 那他就开始 部署 这个三个星期的撥款 接着再部署怎么去 签这个状态令 不要再说特朗普是疯 不要再说特朗普是傻 我相信他的票是没有跌的 明白吗 他那些 即是美国的转右很明显的了 犹太资本是不想 美国转左的 因为美国转左呢 是会令人民呢 就会要求 加一些有钱老税 那美国是资本大了的国家 对不对 那他唯有转右 特朗普转右是犹太人容许的东西 犹太财团 即是如果你说 用一些陰谋论来说 这个是共济会 光明会 我觉得都衰不中也不远 总之犹太家族 和他的同盟 总之一大堆很有钱的人 但那个主力可能是犹太人 这个也挺明显的 我们都查很多传媒 老板 都是跟那些游戒家族有关的 就是 这一堆人 他们容许美国转右 不准转左 所以我是预言 我重新再说一次 我是预言 2020年特朗普是会连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不让特朗普连任 那些民意是觉得社会 我们那些穷人白鬼 他们认为 那些穷人的白鬼 他们做事又懒 上一集都说了 他们红海去那里开档 真的发觉工会 串过码头沽厘的 隐性成本很高的 根本不适合发展任何工业的 所以 其实 根本 美国 这个国家是很难搞的 如果要发展制造业来说 所以 是极其恶劣的 所以 其实 那些白人 发觉 咦 美国制造业不断衰败 那就是 普通人 就做一些 可能做估计 做一些 可能估计 估计也还可以做的 因为那些人 又不是 每次都 用网购去 叫外卖 对不对 中国就很厉害了 因为中国的物流业劲 很厉害 那经常看到 那些 美团 外卖 那些外卖 都经常到外卖 但是 美国就不太行 那些美国人 有时候 都要出街 买 野食 可能这些超级市场 还没收拾 但是 其他普通商店 其实都 不是那么好的 在北美来说 就是 在美国的白人 其实不是那么够工作 那他们 的资本 就希望 那些白人的 这股政治力量 你去针对黑鬼 针对拉丁美洲 排外 转右 做希特拉 都比支持共产党 搞阻疫 这个就是 美国政治 唯一可以走的方向 就是 那些财团 拿着 传媒的机器 他只会骂特朗普 但是其实 又间接炒王特朗普 跟着呢 特朗普 说的东西 就 虽然一直骂 但是 特朗普 说的东西 是广泛散播的 那个 右翼思潮 我看来 也是 不可逆转 后面的老板 控制了一些传媒 有些捧特朗普 像是弗洛斯 但是另一边 骂也好 其实最后 都是 扶着美国 向右走 其实正反 都是犹太人控制 正如 脱欧 或者留欧 都是犹太人控制 但是他希望 两边都 出顺力 最后 原来脱欧可以赢得到 那就脱欧赢了 在欧洲来说 左翼的力量是 更大的 那些什么 讲普世价值等等 但是 仍然脱欧赢得到 但是 现在 在欧洲 左翼的思潮 是反 左膠 又不是 拆毁资本主义 那种共产主义的左 只是讲普世价值 那种左是说 民主 那些最重要 这种 所以 不是 共产主义 那种真左 所以 其实 如果我说 緊急状态令 我觉得 是很混乱的 混乱的地方 就是说 特朗普这样宣布了 那 每日 现在预计就有一系列的司法程序 特朗普 拖了一个月 才去宣布 均德堂大令 我想他也是 准备了很多 关于这些 打官司的事情 我相信 也都 那台官司 已经有整个月的预备 所以 肯定 就会 起码拖两年 拖到他 在第一个任期完 之前 都没有事 即是一宗官司拖两三年 很容易 如果他拖完两年 这种状态 都搞定了资金 都建成了 迷意乘趋 那 他就可以 2020年 去 做到他的 選举承诺 那接着 我官司拖 拖到 他第二任期 都选赢了 就算输 他还是总统 他怕你? 特朗普算盘应该就是这样 跟你玩司法战,拖你两三年 连任才说 你说我违法也好,我还在做总统 我总的态度 情况是这样 另外 因为这个耳朵状态令令港股跌了 我看到好像跌了五百多,总之跌穿二万八 我见过,事后有没有升 一会儿再看看有没有升 我先等一会儿 但你反过来 在这个特朗普宣布的 緊急状态令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 有美国的代表权 例如来特希扎 来特希扎是香港的语音 我经常都叫他来特希扎 港股最后跌531点 在2月15日 只有27,900 跌穿28,000 都是因为这个感急状态令搞出来 那一边宣布的感急状态令 一边又派一些贸易代表和中国谈 又说谈得很好 我自己呢 呃 估计 特朗普这种人呢 他只是为了连任总统 既然 他已经走上个缘崖了 他一定要赢到总统选举 赢不到2020年的总统选举 他都危险 因为他宣布了緊急状态令 那他再没有财力的支持自己 各样的司法资源 他可能未必足够支持下去 他只可以连任 这次已经玩到这么大 要宣布感急状态令 那他另一边 他跟中国去谈的时候 就是很多东西 他说谈得很好 有帅务有帅务 然后又说会延长 其实这些信息呢 其实我看到有些财经演员 我叫他演员 因为无线那些 八五台说话 他就叫那些 股民 算了 不要再留意这些 关于贸易战的消息 其实我是很认同的 这个我是真的比较认同的 因为 再说下去 真的不行 对不对 因为 我觉得 我倾向就是 特朗普在一个 这么懸崖的位置 但是他随时是过骨 随时会连任 他跟中国呢 我仍然倾向 相信他会谈得整 不过可能有拖一下 拖多60天 就是我中了 那时候我11月就说 喂 有机会extend extend 现在呢 有可能extend extend到5月1 也不奇怪 是不是这样 这些都是我很难去决定的 我平民百姓而已 不过呢 如果看形势呢 我觉得特朗普需要跟中国谈 就是 有些数 可能 特朗普是会放软一点 因为里面实际上 他是 太多挑战了 整个众议院 是民主党的 不断狂玩他的时候 他是很多 内部的争执 那他跟中国这边呢 不适宜呢 是继续开拖的 从贸易战来说 就是可能中国 答应买了很多东西 那他就过骨了 就是我自己 估计 贸易战是最后 谈得整 就是我倾向是这样 因为特朗普 他的内部的争执 真的太厉害了 就是这个是这样 接着呢 这一节呢 我想这一集呢 只有一节 因为我都没有时间了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估计 脱欧那边呢 仍然是 在这儿了 就是我之前说过 我补了票 除非文翠山痴线 就给他无协议脱欧 现在放消息 完全是没有变的 我仍然是看 留欧的机会比较高些 因为有下台阶 国会是通过了 就说 要求排除 就算没有约束协议都好 要求排除那个 排除那个 无协议脱欧 硬脱欧 那我觉得 南翠山最后一刻 是会刹车的 如果 正常情况来说 这个我仍然是没有变的 看法 所以 关于脱欧那边 我其实没有什么 新补充 就算他 又 遞了一些东西去国会 国会又否决了他也好 那些是一些 说一大嘴的东西 玩屎乎乎 搞扰乱你的视线 但是我自己呢 就没有什么变的看法 那我再密切观察 脱欧脱成什么 其实脱欧的时间 剩下六个星期 其实真的很少 我想最大机会是留欧 看看我这次讲不讲 好 这一集就这么多了 没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